一个看似普通的垃圾堆像 却隐藏着无法想象的真相 警察小心翼翼地移开杂物 露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这不是普通的意外死亡 而是一桩精心策划的谋杀 更令人震惊的是 凶手竟是受害者最亲近的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背叛 能让一个深受信赖的妓女 变成冷血杀手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每个人都可能遇到那个 给予我们依靠的父亲形象 然而 当这个形象的真实面目 竟是意有你的人事 你会做何反应 在今天这个案件中 主人公从一只温顺的绵羊 迅速转变成了狼 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犯罪者 单见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 这个北美大陆西部人口最稠密的州 这里有广阔的沙漠 岩石临寻的山峰和迷人的海滩 这里也是硅谷的根据地 这个加利福尼亚的现代地区 是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大本营 包括谷歌 脸书 苹果 甚至特斯拉 不信的是 州的科技经济也使得这里成为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 尤其是洛杉矶 比弗利山和今天案件发生的圣叠戈 圣叠戈 这个波西米亚风格的城市 以其海滩 公园和温暖的气候而沦明 同时也是众多艺术工作室 画廊和博物馆的所在地 是一个适合许多创意人士的现代大都市 当然 前提是你负担得起 就在这里 在索拉纳海滩北部地区 今天案件的主人公杰德·詹克斯 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富裕的室内设计师 他在2018年处立了自己的公司 命名为杰德·詹克斯室内设计 他的快速成功让他积累了约1500万美元的净资产 杰德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女人 但他并不是凭空创造出这个帝国的 作为一个80后 杰德在1983年10月14日出售 他的母亲是珍妮 父亲是史蒂夫 史蒂夫拥有一家建筑公司 帮助家庭维持生计 不幸的是 杰德的父母在他10岁时离婚了 虽然他和母亲一起生活 但仍然经常看到父亲 珍妮在1995年 杰德11岁时 遇到了一个男人 汤姆·梅里曼 珍妮和汤姆结婚 被生育了一个孩子凯士 尽管他们有不同的父亲 但两人有着普通的兄弟姐妹关系 家庭一度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在仅仅几年的第二次短暂婚约后 珍妮再次在2002年离婚 幸运的是 家庭仍然保持得很亲近 汤姆从未离开过的样子 在成年后 凯神选择了新理事作为职业 而杰德则从父亲的建筑生意中找到了灵感 这让他对室内设计产生了兴趣 高中毕业后 杰德进入了圣迭哥的米萨学院学习 同时通过在父亲的公司工作 获得实践经验 在这个时间点上 杰德拥有一切 年轻 美丽 又抱负 世界仿佛就在他的脚下 在工作之余 杰德热爱旅行 口望享受生活中的精致事 包括游艇之旅 设计师服装 昂贵饮品 和高级餐厅晚餐 这种对奢侈品的口望 却使他在职业生涯中做出了几次改变 因为每条路 似乎都没有让他快速爬上职业阶梯 从2001年为父亲工作 他跳到了销售和管理 然后成为戈登帕鲁尔的项目工程师 但就像在他职业生涯早期的日子里一样 杰德发现他无法在这些工作中 找到自己的激情 最终他知道 必须勇敢地跨入室内设计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 杰德的家庭关系保持稳固 他和母亲 父亲甚至继父汤姆 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即使在他们离婚后 汤姆也知道 他永远无法取代杰德的生父 但他仍然爱着杰德 支持他 就像支持自己的子女一样 在认识了十年之后 杰德和汤姆之间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从汤姆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他 到杰德像照顾长辈一样照顾他 不幸的是 这位老人时常与酒精成瘾作斗争 这些都是杰德经常试图帮助他解决的问题 尽管如此 两人彼此照顾 给予对方巨大的支持 最终杰德搬到了汤姆隔壁的房子 以便更好地照顾他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杰德的雄心帮助他在职业生活中迅速成长 在他父亲经营的瓷砖生产公司的帮助下 他勇敢地闯入了设计界 在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后 他成立了自己的室内设计公司 名为杰德·张克斯室内设计 与此同时 汤姆也取得了自己的成功 他在2013年 探设了一个非营秘性的蝴蝶农场 希望为索拉那海滩带来一些美丽 接下来的十年左右 他们的生活和谐而平静 家庭成员都在他们热爱的事情上蓬勃发展 但令人痛苦的是 这一切都会突然改变 在2021年的新年第一天 这个家庭收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这个消息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那是一个对索拉那海滩警察局来说平凡的新年 他们处理着酒醉斗殴 和其他轻微犯罪事件的常规游路 在经过一夜的狂欢后 警察们手头上的工作不少 但总的来说 这一天看起来相当平静 然而 事情突然以一种不祥的方式转变 一切始于一个名叫亚当西普利亚克的男人 走进当地警察局报告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行为 亚当是杰德·詹克斯的亲密朋友 原来在除夕中午时分 杰德打电话给亚当 请求他帮忙将自己的继父汤姆搬到楼上 因为当时亚当很忙 所以不得不拒绝 但为了弥补 他在几小时后给了杰德一个惊喜探访 时间大约在晚上七点 然而当他到达室 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不欢迎的情况 他注意到汤姆的身体在车里腿远倒下 警方的关切导致他们对汤姆进行了一次福利检查 但在他们开车到达他家时 发现车已经空了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发现车道上散落着垃圾 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异常 敲门没有得到回应 透过窗户观察 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房子看起来干净整建 但在警察回到他们的车辆时 他们注意到车道上的垃圾堆下有东西 进一步调查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东西 形状异常就在垃圾堆下面 那是汤姆·梅里曼无声明的尸体 血迹从他脸上流出来 表明他已经在那里躺了至少几个小时 汤姆的死亡突然而且离奇 死因一时沉迷 直到几天后 独立报告出来才揭示了真相 原本看似普通的垃圾堆 竟成了隐藏真相的幕布 警方立刻意识到这绝非一场简单的意外 亚当·西普利亚克的指控 让警方将嫌疑人所定为杰德·詹克斯 然而杰德坚决否认 参与了对继父的谋杀 毕竟他还搬到他隔壁 以便更好地照顾他 尽管如此 整个事件还是让他置身于不利的光环之下 最终他还是因涉嫌谋杀被捕 汤姆的离世 给所有认识他的人带来了震惊和绝望 杰德与他的关系也极为亲密 他而成为嫌疑人 实在让人费解 就在汤姆去世前一周 他还因为跌倒住院 杰德一直照顾着他 包括带他去医院 取药以及确保家里的维护 第二次在照顾过程中 杰德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感到被侵犯了 在一次清洁汤姆家中的办公室时 杰德不小心碰到了鼠标 电脑屏幕亮了起来 他看到电脑背景竟是他自己胸部的照片 这让他血液凝固 他意识到这是汤姆偷拍的 甚至有些照片追溯到他16岁时 面对这样的发现 杰德感到无比痛心的伤害 然而杰德并没有选择报警或内部解决 而是决定采取一种极端的行动 他计划在汤姆出院后 制造一场叹似意外的死亡 但计划拖了差错 他在关键时刻牵连了其他人 发送了数十条短信给他的帮凶 详细描述了他的谋杀行为 不幸的是 帮凶在最后时刻退缩 杰德无奈之下 想亚当求助 却不知这正是将他推向深渊的一步 亚当发现汤姆的情况后 拒绝了杰德的请求 选择报警 杰德不得不将汤姆的尸体搬回家 并试图用垃圾掩盖 希望能争取更多时间 但亚当和警方的进入 让他的计划破产 被捕后的杰德冷静且配合 他友情聘请最好的律师 甚至支付了百万美元的保释金 尽管如此 他的审判还是开始了 时间定在2022年12月21日 这意味着他在面临法官和陪审团之前 还有两年的自由 在法庭上 杰德的辩护团队声称他是无辜的 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 短信已被断章取义 然而 检方指出 杰德给汤姆下了药 然后用塑料袋将他止息 读理报告最终确定 汤姆的死因是 过量服用安眠药佐皮克罗 杰德的辩护团队 试图将这一信息作为证据 声称汤姆是自杀 而不是被谋杀 在众人席上 法官询问杰德是否曾对他的继父 有过任何不恰当的举动 他坚定的回答没有 当被问杰是否曾向汤姆 展示过自己的武照 杰德同样否认 他从未向他展示过类似的照片 毕竟他曾是自己的父亲 对于杰德来说 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杰德的话语中 透露出一丝端倪 他提到的 我刚刚给他下了很多药 这句话似乎暗示了更深层次的意图 检察官指出 动机并非仅仅是那些照片 而是杰德车内发现的那些物品 以及他亲自接汤姆出院的机会 杰德的短信 充满他无法否认的杀人动机 在陪审团一天的审议后 他们给出了裁决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高级法院 陪审团裁定 杰德法杀张克斯犯有一击谋杀罪 违反了刑法B187条框 这个判决让杰德震惊不已 他或许从期待律师能够起机般的救他一命 但即使是最好的律师 也有其局限性 在加利福尼亚州 一级谋杀罪的最低刑期为25年 这意味着杰德最早将在2048年出狱 汤姆的行为显然不是无辜的 他不仅滥用了酒精和处方药 还秘密收集了妓女的裸照 其中一些照片甚至追溯到杰德年仅16岁 这种行为让人难以置信 杰德作为他的女儿 感到被侵犯和羞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杰德的反应虽然难以辩护 但他有权报警 揭露汤姆的罪行 然而他选择了沉默 这让他自己背负了羞辱 这个案件让我们看到 人性的复杂远超我们的想象 一个人可以是慈爱的父亲 同时也是秘密的侍略者 一个受害者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加害者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杰德还有其他选择吗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别忘了点赞订阅 下期再见 拜拜